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所以说只能大家平时真的做好准备 就是把你应该要留意的事情做好 但是呢 这说是说是 这没办法的 但是在股票市场是不一样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研究 透过我们对这一家公司的一个走势的研究 我们可以了解一间公司将来是要去还是要落 可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这个一定有办法 对 没有掌握的当然我们没办法 可以掌握的我们就要贪得到 对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掌握怪要得到哪有可能 没错 没错 但是你要去讲啊 就是说你要去掌握不是掌握现在啊 股票市场最困难的地方是你要掌握到它的未来 对 你掌握到现在你赚不到钱你要找到它的未来 这才叫做预测嘛 没错 那其实在盘面上的分析师啊 敢跟你预测的绝无仅有啦 对 而且像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讲未来给大家听 没错 我们都不会跟你讲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那怎么 对你没有帮助嘛 对啊 你现在看节目也收盘了啊 没错啊 没有什么帮助呢 所以说可以讲未来的已经很少的 然后把未来讲得准的 那真的是凤毛临早啊 这真的是有口少的啦 是啊 真的看着没有 但是我去就要继续看下去 我们本着我们一直讲未来这个精神啊 在这边跟大家分析一个节目 对 对 当然也本着这个分析师的这个良知啊 跟责任感 那 今天的这个大盘的量喔 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没有量 我们最近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一台航空母舰要塞的淡水盒 还没到入海口已经怎么样 已经搁钱了对不对 所以这大盘其实没有量 那你就要注意一件事情 未来这个没有量 会持续多久 那这个持续低量的环境之下 你要怎么赚钱 还是说你现在已经在里面淘汰了 你手中的股票在未来 如果是一个无量的状况之下 你要怎么投资 当然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在这边多讲啦 但是我们礼拜五礼拜六的这个演讲 我们会跟你讲得很清楚 就是未来你应该要怎么面对 比如说无量的时候你要怎么做 你才能够赚到钱 然后 我说的是赚到钱 不是赔钱 那我们来看一下回到这个重点 宏达店我记得我昨天跟你们提醒过说 你要提防这个联发科所讲的缺货的这件事情 因为宏达店它已经不是一线大厂了 它在这些供应商的眼中 包括VCM银权马达啦 机壳啦 这些触控面板啦 相机镜头啦 甚至处理器的部分 它在这些供应商的眼中已经不是一线大厂 所以缺货一定会对它的出货造成 这个一定会造成影响 就算你预购再好 你没有货 你没有手机可以卖人家 那也是没拆钱啦 所以必须要注意这个风险啦 那我不是说我一定要看衰它还是怎么样 不是 重点不是这样子 重点是什么 今天的宏达店还蛮有趣的 那我记得这个预购数字 来 测标上面跟你讲 什么叫十万到百万 就是你会觉得测标上面有什么叫十万到百万 你会觉得说这个 宏达店的这个心机真的是很热卖 从前一阵子那个什么 跟你讲说北美十万支预购 隔一天隔一天喔 隔一天喔 数十万支 哇 好快 再隔一天就今天啦 谈中听到一百万支 哇塞 真的很替他高兴啦 因为数字如果真的这么漂亮的话 今天真的要大涨 涨停板 但是实际上喔 你知不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样 这就这就没格啦对不对 那照理说有这样的利多 红达店今天本来就要涨嘛 如果今天的红达店是开低 震荡走低 喔我跟你讲 你真正 看拨快走好了 为什么 因为数字这么好还跌耶 你都要有警觉嘛 你就要赶快跑 对不对 那当然他今天一定会涨啦 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哪里奇怪 老师啊 预购百万支喔 那真的耶 缺货缺盖 表示心机热卖 人牛万真的是万众一星啦 众所瞩目 对不对 那怎么这样 其实今天啦 讲真的啦 我真的希望他应该要 开高震荡走高拉涨停板 那这样比较漂亮啦 咱说败的啦 这样真的比较漂亮啦 那结果怎么样来 开249 收盘 成交248.5 收盘收最低 所以基本上 还是有一些你要注意的地方啦 那今天有漂亮吗 咱坍不说啦 咱坍不说 反弹到月线 这上影线是在改败的 那多得不讲啦 宏达店接下来你要注意什么 就是说 演讲会当中我会跟你讲说 接下来有一些时间点 比如说 比如说4月6号前后 或者说4月9号 然后这个5月6号前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宏达店喔 关于宏达店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个事情对你来讲 你宏达店要怎么操作 演讲会跟你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现在还满手宏达店 你一定需要来听嘛 不然你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这场演讲我会跟你讲清楚 宏达店的部分 那当然啦 上一次的演讲 307.5 上一次的演讲喔 我讲的方向 包括沿路电视上叫你们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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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 那我讲的方向 演讲会我讲的方向 来听的照的做的 全部少赔70块 你不会去你不会去撩到 甚至还多赚 70块喔 一张7万块 十张70万喔 所以这场演讲 我说过 宏达店未来每一个区间 包括我的看法 我会跟你讲的一清二楚 那当然我们说我们喜欢讲未来啦 不是倾差公共的 来你看 包括联发科 你会记得这场有没有 3月25号跟你预告即将有黄金交叉 导播照这一边照近一点 当时画五日均线还没发生 所以用虚线画喔 走平往上 看到没有 走平往上 当时的五日均线还在往下喔 我就画走平往上 来你再看下去 25号讲的 今天有没有走 25号这一天 五日均线是不是走平开始往上 会不会黄金交叉 接下来联发科第三季缺货 那缺货在研究员的心里面 他们是怎么看的 缺货会一定会大涨 大涨涨到哪里 目标价 也是这样演讲我会告诉你的 所以呢你说这样演讲重不重要 你手中喜欢做法人股当然重要啊 礼拜五台北厂 礼拜六早上台中下午高雄 虽然我们要告诉你这个是姜老师最专长的标股 因为标股为什么要告诉你标股 因为你可以最短时间赚最多 那当然我们有精心准备了一档标股 是等一下姜老师可能要跟你预告的部分 那当然重点在说这一场演讲除了标股总动员之外 我要告诉你什么 刚刚提到联发科缺货会涨 涨到哪里 宏达电 接下来每一个时间点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到这个事情你要怎么解读 要怎么操作 演讲会会清清楚楚跟你讲在前面 那这样演讲有兴趣的 欢迎你等一下广告当中电话 座位有限 你要提早报名 那这是这样收费的讲座 有需要的等一下广告当中的电话 欢迎你利用 时间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准备一百五十八万起 拢抱时尚西门町 享受顶级饭店生活 西门特区 台北惊奇 亚洲投顾收费讲座 要告诉您 第二季标股总动员 宏达电何时再大涨一波 3月29号星期五 晚上的七点在台北奔亚国际会中心 3月30号星期六 上午十点在台中运内瓦会中心 下午三点在高雄西子湾饭店 下一个就拨打022 2578 3777 022 2578 3777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栏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 3777 2578 3777 台光牌照明 高功率音数 95% 全系列LED产品灯泡系列 台光牌LED产品灯具系列 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 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 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 出发 返向创业 今年创业启动金 带给您第一桶金 0800 06 1689 幸福会 欢迎新年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今天除了地震之外 当然盘中比较重要的讯息 是在这个红夏恋的部分 没错 那我想郭董他花这么多钱 然后去给人家这样子 贴人家冷屁股 感觉是很鬱针 对 但是你要去想 郭董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他今天能把红海整个集团 做得那么大 他为什么要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真的观众朋友去想这点吗 一定有原因 对啊我们来看这边 他跟你讲说什么 红夏破局 不管说他有控制 但是你看 红海不放弃 声明合约未到期 来再照这边 有看到了 你想看看 红海今天是我去帮助你 夏破局 我拿钱给你 让你度过危机的 人家 人家 人家移情别恋 对不对 人家三星啊 什么什么 一大堆的资金都到位了 你不要 红海为什么要演巴巴的 你去想看看嘛 请来观众朋友 那如果是说你这么有钱 你何必去受这个气啊 其实不是这样啊 做生理 做生理 头家想的就是说 我就是为了要贪钱 如果为了要赚钱 如果要取得人家的技术 受再多的气 我就要赢嘛 对不对 这个是人家老板嘛 所以说夏破局 为什么这么败 要败 重点是他有一个IGGO的技术嘛 这个是技术是领先全世界的 大家人就在销售他那些技术嘛 其间公司你想看看 一直在赔钱 一直在赔钱 为什么大家还想去要他 他有技术嘛 所以说回过头来 我们要去看啊 我们台湾在做IGGO的 设备的是哪一档 自尚啊 永登掌庭 那这边跟你讲说面板厂群创 已经什么样 准备攜手PCB跟面板设备厂制胜 投入IGGO的热处理设备的开发嘛 这个设备开发他 你鸿海去 夏破就为了这个技术 那你就跟他合作就好了啊 真的观众没说你听不懂 这个技术真的是将来的面板厂很重要哦 你给他看哦 包括什么 台湾的A色I色 大陆的B色C色 日本的S色 这一间我想大家都知道 韩国的S色跟L色 S色是什么 Samsung哦 全世界一大的哦 你想想看哦 最近有很多人在谈说 Samsung有一个灭台计划 要把鸿海把台积电把它打垮 要把面板厂把它打垮 他如果去拿三星的IGGO技术拿不到 就自尚买入 把这个热处理设备再全部给他买起來 哇 你台湾的面板厂要怎么办啊 是啊 到了全創买 尤其是 对啊 所以说他要这一个技术 哎 郭台敏 我会不会虚放一招 事实上是在保护说 哇 你不要大家不要和我来唱志胜啊 大家不要来抢啊 因为他还很小哦 如果用手机的时候 啊你就才死 对不对 那如果三星想说 啊我要灭你台湾灭台 有没有这个计划 我们不晓得啦 你就把志胜买起来 台湾的面板 你就没有竞争力了嘛 所以台湾人当自强啊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台湾的这个 整个竞争力啊 在全世界是一流的 所以说经济部啊 也看到这一个 你给他看哦 这个是货经济部哦 货到经济部的一个 夜专的一个开发的一个 计划的一个补助哦 这不简单啦 话又讲回来 如果说我们做出来的品质更好 然后成本可以低34% 成本可以低28% 哇 三星想叫我们八街啊 对啊 啊你就想说这一个 这个技术你为什么不用 如果我的技术成本比三星 啊比哪个五十大 比夏普等BD28% D32% 我是在怕什么 我还在怕什么 所以说像这样的公司啊 我觉得啊 从我们讲出来之后啊 它一路一路慢慢慢慢慢慢在涨 啊如果等到这一些大公司 我真的要来买的时候 你敢买的 第二次啦 观众朋友 你要去想这样啊 所以说 会不会来买奖子啊 我不晓得啦 我没有这个内线啦 但是我觉得说 欸 就我们专业去分析来讲 它真的很值得大家去投资 因为有什么 一股泥就贪两块啊 那今年业绩要成长三成 加上一个业外 也贪三块辣啊 然后呢 它的订单已经满到六月了 你去想看看像这样的公司 你要不要赶快进去买 赶快进去布局啊 所以说有很多东西啊 人家在讲的 甘股 甘股一点块啦 公败就没有事情啦 你看那个时候 鸿海去入主那个华生 后来改红准啦 哇 那大戏呢 那不大戏 那小戏 哇 那个长好多 你给他看喔 我们打月线给各位看喔 你给他看喔 涨到多少 440 涨到440块耶 那华生当初都没人要挨 结果入主之后 涨到440块也去了 观众朋友 这个才是你要想的一个重点啦 现在你们说 啊老师现在就没量没量 我知道没有量啊 那你要去想 万一一直这样没有量下去的时候 怎么办啦 亲爱的观众朋友 今天还有地震 还有震出一些量喔 也才不够664亿耶 那个在地震的时候 我看很多人 哇 搭单一直卖一直卖 就怕说 有什么不确定的因素 不知道嘛 那个时候还有震出一点量喔 啊 如果没有震出那些量的时候 要怎么 那你要去想 就是说 如果说 这个量一直没有下去 我要怎么样来超出 我要买什么股票 啊 如果有另外一档 以前叫华生 现在改红准的 会跟你说这个力数 就代表我们有这个经验啦 其他观众朋友 你要好好去想这个问题 那么其实我们回到今天盘面啦 今天小孩喔 大拔不弱啦 啊结果喔 很多股票很奇怪很强耶 那这样这个中美金还在涨 有没有 但是你给他看啦 我不知道说 很多人去买这些股票 在买什么 我不知道 去年美股亏 4.9 然后跟你讲说什么 六大太阳冷电磁场 虚人亏166亿 然后都跟你讲说 今年想好想好 转亏为盈 那也没了啦 那也没了喔 那这帽子 你看起这么多 我不晓得啦 你要买进去买 这一种股票 我不会介绍 虽然它今天很强 我就不叫你去买那种股票 那还有一个族群很强耶 是什么 就是YR860标股啊 就是我们的股票啊 我们有基本面的股票啊 盘面永远的主流 你看起来起来就是这样 永远的主流啊 你来看今天捍卫科 来到多少 来到749 有没有 你看啊 那个大力光多少 诶 又要股王争霸了喔 对不对 那这一种股票 有没有一直一直跟你讲 我没一直跟你讲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 洪硕又开始在去啊 这一些股票 包括昨天很强的 代号3006的金豪科 它回来到底要怎么样做啊 我在这次演讲都会跟你讲 所有二八标股 它整个系列全部都会跟你讲 只有这一点来 你来我的演讲 你就有期待了啦 我们跟你讲的股票啊 你给他看 洋诚在五十块的时候 开始跟你讲 自动化设备 一讲就开始表 表过啦 记忆了喔 我觉得这个老师像我这有这一感 责任感 然后跟你讲做什么样 不要追了 今天跌听板 不要追了 那一天追的还套牢 有准啊 没准啊 都事先跟你讲的耶 不是说事后才来在讲喔 不要追了 但是观众朋友 很多人来感想说 老师不要追了 我没了解啦 其实你要没了解 很简单 你都不要勾 勾票你就没了解了 手扣起来就好了 手扣起来就 重点不是这样喔 重点是这股喔 下次我买给你 这个才是真的重点喔 如果说它一月二月的业绩 最好的已经过了 那这次股票就不能买了 最好已经反应了嘛 那就不能买了 那如果你知道它后面的业绩 到底是怎么样 诶 它回来就是你最好再出手的点喔 会表的股票就是会表 它敢这样涨 它这一波敢这样涨 下一波还是要这样涨 我说你听得有啦 所以说这个出手点很重要喔 我敢跟你讲不要追了 你如果看你不要去追 你都没去透露 你会觉得很高兴的啦 你如果有的人 跟你讲不要追了 跟你讲这么明显的 你啊 难道不会做动作吗 所以说这一些股票 所有每个股票 包括昨天很强的金桃科 它后面要怎么走 它后面还有什么迷人的故事 在这一个演讲 标股总动员这一个演讲 我都跟大家讲 会企的股票就是会企 会表的股票就是会表 啊不表的股票就是都不表 啊你如果要买那种不表的股票 就算你去买 那我老师做那不表的股票 其实没意思 因为现在还没用嘛 无量出标股 我还要买那种会表的股票 但是老师我自己拒不得 这两个演讲会你也要来 这样都标股总动员 你看看这个金桃科是我们上次啊 我们2月27号演讲送给大家的 有还是没有 金桃科啊 红硕啊 还有我们的那个 捍卫科 都送给大家了 那么这一次的演讲更加乌家所值啊 除了这一些股票 它未来我们掌握什么讯息之外啊 下个礼拜有什么股票要表 这个才是最大的重点 这就要多说 对啊这个才是最大的重点啊 那么这一些股票仍然是在我们28标股里面 仍然是在我们28标股里面 这个叫什么标股接力啊 一棒接着一棒 哇一支啊很标的 接下一棒又很标 所以说这一次你如果真的想布局在没有量的情况之下 你要嘛标股的 你时间一定要播出来 我只能这样讲 当然要不要是在你自己的选择啦 那你如果想说老师我一定要来 时间来你说一下 拜五我们在台北 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在台北 礼拜六啊 早上我们是在台中 那礼拜六的下午我们是在高雄 这一次给你的东西因为很珍贵 所以我们有收场地费 你如果感觉你钱负买去的你不要来 那我们也不需要那个 因为我们给你的价值 绝对你超过你的场地的千倍 超过你场地费的万倍 你要好好就是把握这个机会 那么现在时间要留给你的就是什么 你快去穿钱 但是要穿钱进行 报名所需请 補好就去穿钱 礼拜一跟我们来布局下一座的标股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明天同学们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呼吸让氧气变成二氧化碳 呼吸让二氧化碳还原成氧气 守顾一个梦 一份信息 一种态度 种子注入大地 树苗从容不迫地长大 让地球继续 用力呼吸 节目简单 在台湾打完地球 亚洲投顾收费讲座 要告诉您第二季标股总动员 宏达电何时再大涨一波 3月29号星期五晚上的七点 在台北奔亚国际会议中心 3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 在台中印内瓦会议中心 下午3点在高雄西子湾饭店 下来可以播打 02-2578-3777 02-2578-3777 超越大门 领先市场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中有一流的分基石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面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的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五谷 周紫阳 现代桃花园 核心New Star 静舌天花 景舌天花色更鲜 行程空洞来体验 日主指标看方向 跟着节奏转破的 999立即体验轰天雷 另有iPad mini复旦热卖中 来电请播 02-2365-3255 德国的这个Planca教授 他提出来的所谓 摇篮到摇篮的一个 金融的游戏 其实是利用这样的 一个生态化的概念 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们将来 要让它走入一个 所谓的 像生态系统一样 一个循环型的社会的话 很重要的话 就是所有的物质呢 它必须能够回收 跟循环再利用 宝贝我们的地球 宝贝我的未来 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 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 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 出发 返乡创业 青年创业启动金 带给您第一桶金 0800-061689 幸福贵